好 非得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戴家龙 今天民国111年2022年4月4号 4月4号以前 我小的时候4月4号叫儿童节 那现在都改成妇幼节之后 我也不知道现在还过不过 而且台湾的儿童节是4月4号 不过在国际上面好像大部分都是6月1号 但没有关系了 今天4月4号 而且这个从周末开始呢 大概就是春假期间 那因为明天呢 是清明 所以在这春假期间的时候呢 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春假 来 礼拜一的时间呢 非得能播放 非得早餐 我们照表操课 星期一的七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好 今天呢 我挑的这本书 这本书 其他的故事呢 甚至于呢 改编成 改编成呢 公共电视的 就是说呢 这个时代剧 你如果看过公共电视的时代剧呢 叫做茶经 茶啦 茶 茶金 茶 我们喝的茶 喝的茶 喝的茶 茶经 那茶经这一出剧的原型原稿 就是我们今天呢 这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茶经岁月 茶经岁月在讲的是客家人种茶的故事 那你会说 茶为什么是客家人呢 我告诉大家对于种茶有没有概念啊 茶都种在山坡地上 那你知道在台湾 台湾在整个开铺的过程当中来讲呢 闽客闽客 闽南人跟客家人呢 其实他们的居住的区域 跟他们的这个生活 跟他们的经济的经济活动的形态 是不太一样的 那平地呢 大不都闽南人 闽南人呢 可能种水稻的 种稻子的比较多 可是呢 在山坡丘陵地上面呢 种茶的 种水果的 我告诉你 到现在为止 客家人多 好 这固然呢 有过去闽客的 这种的冲突的历史 但是不管怎么讲 今天的客家人 在被闽南人呢 赶离开台北盆地之后呢 他们在陶竹苗 以及呢 在南部的高雄 屏东 那是这客家人的大本营 或者你在台中的新社 这些呢 都是呢 客家族群呢 他们聚落 那非常密集的地方 尤其呢 在陶竹苗 是台湾的现在的客家文化 跟客家人的原乡之地 好 那现在在讲的这个茶经岁月呢 他讲的就是北浦江阿兴 江阿兴呢 江阿兴的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羊楼的故事 从这个羊楼呢 讲起 在在在台湾讲到羊楼 就是盖大楼就盖大楼嘛 要加个羊字 羊楼 就是那种很洋气的 可能是巴洛克式的 或是什么什么式的 这种这种的羊楼 他再告诉你 第一个 他有历史 第二个 他赚钱 他不只有历史 而且要赚钱 那会出现羊楼的区域呢 大部分在哪里 比如说你在大台北地区的大道城啊 或者说 是说是这个 就是说曼嘎啦 这种早早期呢 就是说开曝发迹的地方 北中南的这些的地方 会保留一些的羊楼 都是过去跟外界接触比较多 赚了很多的钱 然后呢 商业活动很发达 可是北浦并不是 但是北浦可以盖羊楼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呢 曾经有一些呢 很特殊的产业 就像是金瓜石的 这样子一个小小香港的 韬鲸肉一样 好 那查经岁月 北浦江阿兴羊楼的故事呢 作者呢 是廖运潘 书呢 是连经出版 我们今天呢 就来讲这个故事 不过为我们讲这个 江阿兴的 江阿兴的这个 这个说 北浦的这个羊楼的故事的 是江阿兴的教育基金会的董事 江阿兴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呢 叫做廖惠庆 可是廖惠庆呢 却是江阿兴的孙女 既然是孙女 可是又不同性 这个呢 就有他们家族的故事 那没关系 我慢慢来 那在我们线上的 他其实学音乐 他特别跟我讲说 我是学音乐的 我对这个 这个要记年代 记数字啊 可能不太灵光 好 那这个江阿兴的孙女呢 现在她是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 那同时呢 任教育呢 台中市的这个小民女中 台北市立中正高中音乐班 现任江阿兴教育基金会的董事 同时也是荒野保护协会的监事 长时间呢 从事呢 环境呢 跟古迹的保护 那在我们线上的廖惠庆 欢迎 各位听众好 张先生好 好 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讲一下 讲讲你阿公的故事了 就是说你阿公的故事 好 我问你啊 因为作为作为客家人 你对客家人的这个身份 他对你重要吗 重要 当然很重要 真的吗 我们从小就讲客家话 所以所以你你的你的客家话还OK OK 家里都讲客家话 我告诉你 那不错不错 因为我认识很多的很多的客家人 客家话都不太灵了 是 好 所以你的你的客家话 你家里面的客家话的保存是很好的 很好 而且爸爸讲故事都用客家话讲 真的 听起来蛮心动的 可是你们你们现在是住台北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新竹北谱的这个故事讲起 那北谱对你来讲还有特别的意义吗 当然 那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 我就生在江阿兴阳楼 但是因为小时候家里阿公破产 就跟茶经理这个剧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是伤心的离开 所以离开之后 朝思暮想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可以回到北谱 回到故乡 回到我的老家去 真的喔 是 好 当然因为这个故事我约略是知道的 我只是在访问你的过程当中 我要确定一下 你的情感对于 对于这个江阿兴阳楼 对北谱还有这么浓厚的感情 当然 当然 梦里面常常梦见在门口进不去 做这个噩梦 我是比较重感情的人 比较念旧的人 好 那我们来那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说 我们先从先从先从大的谈谈 从这新竹北谱谈起 从这个客家客家的这个村落谈起好了 呃在从一个 因为看起来你你你是很难得我访问过的人 对于客家人的客家意识 对于客家人在台湾的族群发展 对于就是说桃竹这个地方的客家村落的 这些文化史经济史看起来很有感情的 可是到底就是说 像是新竹桃园这些地方的客家村落 他他呃在这个地方所所形成的地域认同 以及产业的发展 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是说后来的状况吗 嗯 就是他早早期的时候 客家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落户 哦 是因为呃我的祖先 就是呃江秀卵 我们是江家的后代 嗯 我的我打工是江秀卵 呃到新竹开墾之后的第六代 嗯 我们算是第八代 那当时呃讲到这里 我就觉得很很惭愧哦 因为我们我们的祖先去开墾新竹的深山 嗯 把那个呃赛夏族往更深山里面 对对对 所以就盘踞了那个地方 在那里变成呃市居在那个地方 嗯 是1830年左右 嗯 所以本来呃我们讲呃 讲北埔它是一个呃 呃客家话讲叫做散毒 哦 就是山里面的山的肚子里面的一个地方 嗯 居然后来就形成一个很大的聚落 那北埔的的地方虽然很偏僻 那北埔的的地方虽然很偏僻 因为家里发生变故嗯那因为整个房子都被合作金库那时候是抵押了嗯那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我们是只好全家搬到台北 因为我有我有我有朋友呢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有有朋友从那边来他他说那边的那边的客家人跟赛夏族通婚了很多 是 所以很多的我因为我我认识赛夏族的朋友我说你是赛夏族怎么会讲客客客家话他说我都是都是都是被客家人同化的赛夏族 好那那那那那你那那你小时候住北埔那个时候的北埔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哦 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安静非常非常的美 那时候呃楼房我们家洋楼算是最高的建筑物了 嗯 有几层楼就两层楼 两层楼就很高了对哦所以是一个很古老的承诺 那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嗯所以平常有什么外地人一来你就你就知道了嗯啊所以很很怀念那个时候的北埔 好那那个时候的北埔的热闹你说的你说的脏脑茶叶对不对是我问你客客家人为什么喜欢喜欢住在丘陵地上 哦那是因为呃好比较比较呃平寒的地方已经没有了嗯是比较晚来嘛是被赶上去的也也就也不算是赶啊就是到台湾来的时间可能比较晚一点嗯所以就往山上去 哎所以我们种的东西大部分就在丘陵丘陵地比较多嗯 嗯 那北埔这个地方嗯嗯 据我爸爸说我爸爸就是那个茶净里面那个观音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嗯他他说在在他的家乡水田非常的多可是北埔可耕的地很少很少 所以当时我的阿公江阿兴他才会想到说那那既然这样子这么好这么多适合种茶的这个丘陵后他就鼓励大家来种茶嗯 嗯你你你小时候有种过茶吗 呃没有但是闻过茶香整整个北埔都是茶的香味 北埔的茶是什么茶就是呃我们家因为是做红茶哦 哦所以小时候是常常到茶工厂去嗯呃所以是那个香气呃都弥漫了整个整个整个北埔北埔 我现在我在我在我在听你讲的时候呢我我我都会觉得你好像非常非常怀念你的童年对不对 是啊因为那是最最快乐的童年无忧无虑的童年虽然呃住的时间不久嗯那是那是永远永远的故乡嗯 好哎我要再再介绍我们的来宾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江阿兴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那廖惠庆 廖惠庆姓廖但是他的爷他他的爷爷他的他他是这个江阿兴的孙女 他们之所以不同性的是因为入罪的关系好那这本书呢茶经岁月 他也是呢公公公电视呢年度时代剧的这个茶经的就是说呢原型那茶经岁月北埔江阿兴阳楼的故事作者呢是廖运潘廖运潘呢是我们的来宾的廖惠庆的爸爸好那这本书呢联金出版里面里面的故事是一个很动人的就是说客家人在北埔的开布时的故事讲的呢基本上面你可以认识呢原汁原味的而且有有有机 因为有关于台湾的开布时的汉人叙述里面其实大部分呢都都是呢闽南的闽南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历史叙述的脉络为主或者1949年之后呢是国民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外省人的这个叙事 其实原住民的叙事非常少老实讲客家人的叙事也不多 所以这本书呢可以相当程度上面补充我们对于整个台湾的开布时当中被我们的遗忘或者忽略的那一块 好在我们线上的这个廖惠庆啊我要进一下广告啊广告回头之后呢我让廖惠庆呢继续讲他们家江阿兴的这个洋楼的故事 这个洋楼你今天听廖惠庆讲起来他都还有很深厚的感情 这个洋楼有什么特别的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廖惠庆聊请稍等 阿菲的摩网菲的早餐我是唐佳龙来今天我们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 呃他自己是学音乐的他也他也几乎呢很积极的投入到一些的环境啊历史跟古籍的保护 呃他叫廖惠庆他是江阿兴教育基金会的董事 那江阿兴教育基金会你可能跟我一样很陌生 但如果你看过公事的那个时代剧啊叫做茶金茶啦 茶金啊那茶金 讲的就他们家的故事 那这本书呢茶金岁月 你也你也可以说呢就是这个茶金这个时代剧的剧本的原原版 茶金岁月北浦江阿兴家江阿兴洋楼的故事 联金出版那作者呢是廖运潘 廖运潘呢是我们的来宾廖惠庆的爸爸 好我先先请这个廖 那我们我们继续谈一下你阿公跟你爸爸 那这个洋楼当你刚提到在你小二小三的时候 家里面出现了变故你就被迫离开北浦 但是呢魂牵梦系的你的北浦的童年江阿兴的洋楼 我们我们从你从你从你爷爷谈起好了 你爷爷江阿兴呢是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那时候为什么会有江阿兴洋楼 我阿公他是一个很浪漫 很霸气 可是心肠又很好的一个人 他外表看起来不怒则微 事实上有人看到他就站得远远的 但事实上因为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 他其实是心肠非常好 很吃香的祖福 喜欢吃糖果 我闻他知道他糖果藏在哪里 所以你对爷爷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是他的那个他牙齿很不好 然后只要靠我们只要靠近他 他他身边都会有糖果 就是爱吃糖 好那那他为什么会会在会在那个地方 就像你讲的就是盖洋楼 我刚刚解释了一下洋楼这个在在在整个台湾开普史当中的 这个名词的所蕴含的意义 大部分都表示经商很成功 同时在那个地方有很繁荣的商业活动 那你爷爷在那地方是做什么 就是说他他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商业上的成功 这个洋楼是民国35年盖的 那这个时代就是查经时代 因为那时候生意做得很好 那北埔虽然离台北那么远 可是都会有日本的那个三级农领的那个农业部 那他们会来 然后頤和洋行的英国人也会来 頤和洋行 对 所以阿公因为他变书的时候有去过日本 然后做生意又在台北 所以他就会想在北谱自己盖一个洋楼 这样可以招待外宾也可以跟家人住 所以我们这个洋楼 我们我在我们小时候住的时候 是有六个大人 十一个小孩子住在里面 听起来就很气派的感觉 客人也很多 那个时候从台北到北谱要多久 四个小时 坐汽车四个小时 那你们通常如果要往返台北跟北谱的话 要先搭火车 那时候我没有坐过火车 对 就是家里有车子 有汽车 真的喔 就坐阿公的车子去台北 这么骄傲 就是因为阿公就做生意嘛 那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出门 可能就做新竹客运 新竹客运可以做到租东 做到新竹 所以你小时候的家里面的环境是很好的 不过因为我们是客家人 祖母还是很节俭 就是比方说家里有个冷气 可是我们没有开 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全部的小孩一起睡午觉的时候开一下 很难很很难很难想想象 我就说因为我对于我我对于就是说客家村落的生活 我我很好奇也很羡慕我我我我我去过的一些客家村落里面 或者认识客家朋友 我我就会觉得客家族群的很多的家庭的管理啦或者说那生活的观念啦 其实其实跟敏南族族群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好那那那那个时候的生意做得很好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这个江阿新洋楼 好那爸爸呢 就是说你你你毕竟是是孙女嘛 那从从从从祖父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那爸爸呢 爸爸他是一个读书人 嗯 他是念台大经济系毕业的 嗯 那毕业以后因为考上台湾银行 所以认识我妈妈的时候是一见钟情啊 嗯 可是因为妈妈是独生女 所以要要娶我我母亲的话一定要住住罪 嗯 所以当时是天人交战了很久 好 后来是我观音的祖父 因为嗯 对爸爸来说他是非常孝顺的儿子 所以要入罪入罪到娘家是很很很痛苦的事情 嗯 可是后来我观音的阿公就成全了我爸爸 他说只要你不忘本 入罪江家又如何 这样我爸爸就到北埔去了 嗯 不过因为他还考上台湾银行 所以他就结婚以后就带着妻子后就到高雄去了 而且那时候他还夸下海口 跟我妈妈说他一定后 以后一定要做到台英的总经理 结果这个梦这个梦想完全破灭 所以你们你们你们家里面其实还蛮穿 因为北埔说在你就算现在你讲到北埔 你大概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一个很热闹很繁荣的地方 新竹现在到新竹市啊竹东啊竹北这地方都发展的很好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他们曾经有有过非常挥挥煌 然后呢也也非常的热闹的那样的一段的时间 好那那个时候 北埔的茶叶生意啊 有有多兴盛 我们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啊 是那个时候因为最兴盛的时候是 日本人还在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1930年左右 红茶这个市场就崛起 日本人喝茶英国人也喝茶 所以我阿公一开始的时候 是他的爸爸 就是茶几里面有那个圣文公 就是不给他钱 他就跟他说家里这么有钱 你又是独子 家里的财产就是都用不完了 何必去外面 就希望他跟他一样在家里抽鸦片就好 可是我阿公他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 他就先去造林 他用自己的私房钱和我祖母的嫁妆 就到山上去 因为家里有很多的地嘛 结果后来他的爸爸听说 他这个儿子很努力就采给他钱 那他就第一件事情 他就去盖工厂 所以现在在北埔 进到北埔的北埔口那里 有一个他当时起家的工厂还在 他是在1934年盖的 就民国23年盖了他的第一个查工厂 那第二个查工厂在民国25年 在大坪 戏里面那个大坪火灾的那个场景 他在那里盖了第二个查工厂 那第三个查工厂盖在民国38年 在就在北埔街上 那个就是那个戏里面讲的 全台湾最大的查工厂 所以因为那个时代 那个因为山井农林完全的支持 所以他他那个整个日本的那个国土里面的 的查的产业需要量很大 还有东三省 还有欧美啊 山井要出口的市场 所以就就一度曾经阿公拥有八家查工厂 好 陶竹苗这一代他不但 就是有自己的工厂以外 他也租了很多的工厂 那山井总之就是跟他说 只要有光的茶他全部都收了 所以就生意非常的兴隆 赚了很多的钱 好 那茶基本上面看水土气候嘛 那如果那个时候种茶种的这么好 生意这么的兴旺 那那同样的地啊 同样的茶 那为什么北谱会没落呢 没落的时候是因为后来竞争的关系 因为后来日本人走了以后 那个市场已经完全没有了 那有一度因为打完战以后 那些斯里兰卡 印度啊 红茶 他们的茶都因为打仗已经都没有办法生产 所以变成需求量都到台湾来 所以一度台湾的茶非常的 就是每一家都大赚钱 就是茶经那个时代 那茶经的时代 逐渐等到那边的土地已经茶园复苏了 那边的茶又好 所以后来我们就逐渐逐渐的就没落了 那现在这个江阿兴洋楼的归属权是谁 现在是我们自己 你们收回来了 我们在10年前就是2012年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跟妈妈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听到阿公的房子要拍卖 那我们运气非常好 就是很多很多的贵人帮忙 我们集资把它买回来 那个对你来讲 应该是一件很激动的事吧 是啊 半夜都起来偷笑 对呀终于 终于把自己小时候住的地方给买回来 因为我40岁的时候其实已经绝望了 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回去了 那因为永远不会回去 所以后来我在台北 我找到一个社区 我们这里是芝山岩旁边 芝山岩东侧 有一个芝里岸岩在的社区 整个社区都是芝里岸岩 因为阿公的羊楼就是用芝里岸岩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头拉股到台北 把茶叶放下来以后 他就载了很多很多的芝里岸岩 从北头载回去北埔 所以我想念北埔 但是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回去 好 所以现在 那现在这个羊楼是做什么用途 我们后来就是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因为爸爸在台北生活的这几十年中间 常常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讲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哪个孩子 可以把羊楼买回来 我们来为北埔做一个图书馆 所以我们在偷笑完之后 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我们决定说自己住那个房子太可惜 因为我自己是老师 我在教音乐的当中 因为我教的是古典音乐里面的钢琴 我觉得技巧是很容易教 可以练习 可以千锤百练 可是美感是没办法教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把羊楼开放 让大家来参观 供这个美丽的房子 那小时候在那里住 并没有觉得那个房子有多么特别 因为就是很大嘛 捉迷藏很好玩 搬家家酒很好玩 可是后来因为我儿子学建筑 他读了建筑系以后 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羊楼 是建筑界的老师们很推崇的一个羊楼 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精致 已经快要失传的一些工艺在里面 我觉得听你讲 比看电视剧更有感觉 因为你作为一个当事人 你对那个房子的感情 是超过我想象的 因为大部分人 现在都很少会去怀念老房子 那种搬新房子 新大楼 最好是能够住地堡 可是你对于自己的童年住的这样的一个老房子 而且离台北这么远的一个老房子 你都还这么的有感情 好所以现在的 现在的张阿兴羊楼除了做图书馆之外 你们自己家人都没有住里面了 对我们后来没有做图书馆 因为发现北埔已经有一个图书馆 那这么小的地方不需要第二个图书馆 那当初爸爸想要做图书馆的用意 是因为他觉得书很重要 因为他自己对这个产业完全陌生 他完全靠念书读书 学会造林 学会种茶 然后在茶叶生意很不好的时候 他要烘焙那个洋菇干 做蒜头粉 然后来到台北来以后 他靠自己研究化学 做出一些化学洗剂 来开一个小公司养活我们 所以他觉得书虽然让你纸上谈兵 可是非常有用 所以现在是开放做一个纪念馆 我纯粹是参观里面的建筑 好那平常会去北埔观光去参观的人多吗 现在很多 尤其是茶巾之后 就是电视剧拍了以后 以前到北埔来的客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来吃客家菜 因为客家菜真的是很好吃 我们有一些客家的美食 人人来都是都是来北埔来吃东西 那我们自己觉得很可惜 因为北埔古迹很多 那如果都只是来吃东西 没有看见这些文化 很可惜 我现在听你讲的很心动 我问你如果从台北下去的话 应该是走二高队对不对 如果是从北 像我住士林我就走一高 走一高 然后我们在竹北或者新竹下来走 68号快速道路 很快就到 那如果是住在南边 新店那边就走那个 二高 对对对 那也很方便 OK 好 来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这个 廖惠庆老师 那因为他在 他在介绍呢 这个北埔的江阿兴阳楼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要知道 就是说 他知识江阿兴呢 是他的爷爷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廖运潘呢 是他爸爸 书呢 是年金出版 那他们之所以呢 跟江阿兴的不同性呢 是因为他爸爸入罪 所以呢 你可以说呢 包括廖惠庆在内呢 都是呢 也延续呢 他妈妈的母系呢 这边的 这边的姓 姓姓氏 好 那这个江阿兴阳楼的故事呢 刚刚呢 这个廖惠庆讲 你可以听得到 就是说 廖惠庆在讲到 他们家的老家的时候的 那种那种的感情是 是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好 我再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就是 好 那你们家 当你在小二小三的时候 家里面出了问题 然后破产了 被拍卖了 房子被合作金库给收走了 那你们家里面 就离开了北埔 到了台北 之后又如何呢 重新的起来 爸爸呢 做了什么 那能够呢 让你们把这个呢 老洋楼呢 能够盘回来 那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访问 廖惠庆 你稍等 好 飞龙波浪 飞碟早餐 我是南枪楼 好 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我挑了一本 你给帮作是一个 一个台湾客家 客家人的客家史 那台湾的客家人呢 我们现在后来呢 简单的分南克跟北克 因为客家人来到 在台湾开铺的过程 那客家人来的比较晚 那即使是北克呢 早期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 在很多的地方 如果你有看到 三三国王庙 三三国王 大概是客家人的保护神 所以如果在市区里面 你有看到三三国王庙 你大概知道 这个地方过去呢 主要是住着客家人 不过当然了 在平地的客家人呢 现在呢 那不管是语言 文化 现在不太容易辨识了 但是在台湾的南克 跟北克呢 北克现在呢 比较完整 在陶竹苗这一带呢 就是说呢 客家客家族群 还还蛮还蛮多的 同时他们的文化的保存呢 也比较完整 那这些年的时间呢 客家人慢慢的意识到 就是说呢 自己的文化自己旧 所以在陶竹苗这地方 就开始有很多的 客家的文化 他用各种的节庆感 用不管是什么 童话记啊等等 那这些呢 既有地缘上面的 这些呢 环境 同时呢 又有了客家文化 跟台湾呢 开曝的元素 结合在一起 好 那陶竹苗呢 作为台湾的 客家族群的大本营 那在新竹的北埔 这个地方呢 也在过去呢 是种茶 现在也还是种茶了 不过在茶 最兴盛的时代 那尤其红茶 因为我们习惯喝绿茶 但是西方人呢 喝红茶的多 但是在战后呢 因为 因为就是说呢 外国的这些的红茶的普遍化 尤其刚提到了 不管是西兰啦 或者是 或者是印度的阿萨姆啦 这地方的红茶呢 慢慢的就是挑 挑战了北埔的 这个以红茶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茶产业 好 非常辉煌的茶简直像黄金一样的 茶经的故事 随着呢 随着茶业 茶产业的没落 那江阿兴呢 这样的一个家族呢 江阿兴羊楼呢 也就跟着没落了 不过呢 他们显然 没有忘情于呢 他们在北埔的老家 因此呢 一家人呢 思思念念的 就是如何呢 把这个江阿兴羊楼呢 给盘回来 好 在我们线上呢 为大家讲这个故事呢 是江阿兴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呢 也是江阿兴呢 本人的孙女呢 廖慧庆 好了 那你们当被迫要离开北埔之后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其实刚才唐先生讲说 想要把洋楼买回来 这个想法其实是不敢说出来的 每个人都放在心里 因为都觉得不太可能会实现 那我们到台北来的时候 是住一个很小的房子 而且我那时候 我们这几个小孩还很高兴 说哇 要到台北了 我自己还很天真以为 全世界都讲客家话 小时候都一样 小时候都一样 我们就转学 我就念那个 银桥国小的三年一开始 那那个地方 就在银桥国小的门 后门的那个地方 一个少安街 一个公寓的二楼 离我们电台很近啊 我们电台就在厦门街这里啊 对 就一个20平左右的房子 那我们是爸爸先来找房子 找到以后就租下来 那我后来听爸爸说 就是租房子没有押金 付不出来 因为他身上只剩下800块钱 那当时还是他台大的同学的一个妈妈 一个老太太 听说我们落难送钱来 所以很感谢 我们在台北这几十年50年 受到无数的雪中送贪 所以我们这几个孩子 都在很温暖里面长大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个性里面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大部分 好那你刚刚讲 爸爸是台大经经济系的 是 然后那你们家的茶叶也垮了 爸爸到银行 想要当总经理 好那他到底后来做了什么 你说他后来做化工 是他到台北以后就尝试 因为银行已经没办法再回去了 他就刚开始去找到一个好朋友 在那里先做相框的工厂 那后来有朋友找他去做化学药品的公司 他就开始去研究化学药品 那从书上面去做这个实验 所以我家小时候常冒烟 因为我爸在做实验 那这些都是洗油管 洗锅炉的一些要用的洗剂 他研发了很多种 但是因为孩子太多了 我们家最小的孩子才三岁 三岁到十三岁六个 所以他必须要同时做好几个工作 建菜 那其中最常做的就是他写翻译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人受日本教育 他就用这个爬鸽子 一个字几毛钱这样子后 他翻译摩托车杂志 歌剧 DVD 最后最重要的一个是 他考取了那个国防部的作战史 因为我爸爸他虽然是念经济 但他有兴趣的其实是历史和文学 那这个中日作战史好几百万字 他靠着这部书赚了我的三个弟弟妹妹 他们都念私立学校大学的学位 这么厉害啊 所以他日以接都在写稿子 他那个公司小小的一个公司 那我有时候中午去拿便当去给他吃 我看他都在写稿子 那晚上回到家也是一进家门 就进去房间写稿子 好那你们最后把将要新洋楼盘回来 花多少钱 这个我们就保持神秘一点 就是有一点神秘感一点 很多钱很多钱我们去贷款 我们去我们抵押房子去贷款 在北埔 北埔那边的现在房子还这么贵吗 贵啊贵 但是维修费很贵 我们整修的时候花了很多钱 修了两年 OK对了 那个老房子了 你想你想民国35年到现在 那那真的真的是蛮久了 好那当你们家的你们家故事 这个洋楼后来后来被拍成 拍成公式的时代剧 我不知道你们家人是不是都看了剧 看了剧之后你们的你们的感觉呢 就是这个戏剧跟你跟你的童年生活 跟你们对这个家新洋楼 对于对自己的家族的故事 你们你们这个你们觉得戏剧拍的真实吗 这故事是完全改编 完全虚构的啦 OK 所以不要看戏剧想像你们家 对但是拍的蛮好的 只是很多人会问我们说 KK怎么样 那个后来谁跟谁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三妹 这些人物都是虚构的 不过我稍微讲一下我母亲 因为一心他演的角色就是我妈妈 我妈妈这个独生女 那他我刚刚讲到我们是客家人 我想就是因为我的祖母对我们很严格 没有把我妈妈惯坏 也没有把我们这几个生子惯坏 所以在我们扣产之后 妈妈她是从秀学号开始的 因为爸爸一份薪水实在是不够 所以他就在家里秀学号 后来去做那个歌领跟大同电视的那个电视部 红色那块布 然后去车那个 那后来有一阵子又输娃娃头 有一阵子去做推销 有一阵子他又去做中华陶瓷的电源 这是什么工作他都接下来做 所以才能够跟爸爸一起把我们养大 那我们破产的时候 爸爸书上也有写到说 我祖父他唯一担心的就是 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些生子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那同时爸爸爸爸妈妈和我祖父 他们在台北的生活里面 从来没有怨天尤人 都没有没有给我们讲那些不好的事情 他们就是就是认真的面对 要把我们养大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还持续的帮助比我们更穷困的人 那这对我们来说 虽然父亲会常常说 没有办法让我们过得更好 我却感觉到万贯家财都没有了 可是这些父母 我们看着他们背影长大的这个身教和严教 而胜过所有的财产 这都是很很 其实其实这故事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觉得当然它除了是一个北谱的 一个就是说茶叶的产业史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它是一个客家的家庭 如何因应就是说自己的家庭的经济危机之后 然后跟自己的家族的团结 然后再把自己家族的记忆跟历史找回来的故事 好当然这本书 因为它虽然有一个电视剧可以让你去参考 不过刚刚的廖惠欣特别提到 就是说其实跟你们家族的故事之间的出入是很大的 电视剧拍的好不好 故事讲的好不好 因为它主要是在讲茶经的故事了 不过这本书 茶经岁月 北谱江阿兴的阳楼的故事 它确实是茶经的公式的时代剧 它的原版你可以说它是它的剧本 或者它的概念是从这里来的 好那这本茶经岁月 那是作者是廖云潘 廖云潘是我们的线上的来宾 廖惠欣的爸爸 那连经出版 好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透过电话连线了 那非常感谢了 透过电话连线了 跟我们讲他们家的 只有北谱江阿兴阳楼的故事 现在是江阿兴的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廖惠欣 廖惠欣感谢 谢谢唐先生 谢谢观听众 欢迎大家有空到江阿兴阳楼来玩 如果就是去它的开放 去到那个地方就可以去参观了 对不对 可能需要预约 我们那个有一个网页上面 有那个预约的时间 那同时交通方面就是坐高铁 如果从台北去的话 有一个台湾好行 是很方便 就下车的地方就看得到洋楼了 好台湾好行 我过去常推荐 就是你可以先买台湾好行的package 就如果你没有交通工具 你配合高铁或者台铁 那买这个台湾好行的package 到某一个地方的周围的 大概一日游之内的景点都很方便 而且费用很便宜 而且两个人就发车 好这个大家可以安排规划的 不过刚刚廖惠静提到 就是最好先上网 先到江阿兴教育基金会 是跟江阿兴教育基金会去登记吗 是是 好反正就最好先预约会比较方便 所以你们在里面是有人导览的吗 是是我们有定时的导览 这样好OK那预约会比较好一点 好非常感谢廖惠静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谢 谢谢 好来我们进广告回头之后新闻 我们进广告回头新闻